我是孟庆儿 孟子第七十三代小孙女 在旅行中 让我们一起感受汉字之美 我是维加德 我来自意大利 我热爱中华文化 对我来说 在这个充满汉字的宝道上 到处都是惊喜 请跟着我们一起 细细品味汉字的魅力 今天的国民汉字须知 我们要到有台中后花园之遇的新舍 除了欣赏美丽的花海 我们还要来感受 这座小镇独特的农村慢活步调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孟庆儿 孟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嘉德 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叫做新舍 对不对 其实新舍这个地方 每到十一月就有花海季满坑满谷的花海 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听说我们吃的很多很多水果 都来自于新舍这个地方 不过其实今天更特别的是 在我们的身后有一个好漂亮 好巨大的紫色风车 没有错哦 造型独特 色彩鲜艳 不过某某我问你哦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风车的造型 能设计成紫色的样子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啊 其实呢 新舍这个地方有幸福小镇的称号 而紫色就是他们的代表色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每年都从北部飞来 一群很漂亮的紫斑碟 在这里呢 就是他们的中途休息站 他们要往高雄茂林去过冬 所以呢 新舍就特别来把这个地方的颜色 来作为紫色代表他们要 富裕紫斑碟的决心 原来如此 而且呢 我听说这个风车的名字 其实就是 心怨子风车 没错吧 好好听的名字 好梦幻对不对 没有错哦 是 不过呢 其实我们今天既然来到 这个心怨子风车的前面 除了要打卡 除了要拍照之外 我们也来研究一下 怨这个字好不好 怨这个字啊 通常我们用在 愿望啊 或是说desire的 这个意思里面 怨这个字 我记得它是 有原来的原 是 它由业的业而租成 对不对 到底为什么 缘跟业搭配起来 会变成愿望的愿呢 我们来把这个问题 交给苏老师了 一横一束有玄机 一字一句说古今 国民汉字须知 带你一起学汉字 学好字 我是丁静怡 首先要欢迎的是 每个星期 带我们认识很多汉字 学很多好字 才不会用错字的 国学专家 苏建州 苏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还有每个星期 带我们突破很多考题 而且给我们很多难关 给我们考验的 国文章老师 达琳 欢迎达琳 大家好 我是达琳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 其中一位 他可以说是从好男人 然后变成了 很突出的好主持人 现在是好爸爸 欢迎阿布 哈啰 大家好 阿布 今天来 会不会有点紧张 因为你的对手很坚强 我的对手是 我绝对不能赢他 真的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楚呢 就是身为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该做到的事情 没错 因为今天 对 我们的另外一位来宾 就是布嫂 欢迎Michelle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对啊 你看阿布说他有个压力 就是他不敢赢老婆 有没有 而且最主要是因为 肚子里面还有宝宝 真的是三人型 所以我要顾好他的情绪 是 要让他赢 让他开心 让他吃得饱饱 睡得好好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这样回家才有好日子过 是啊 所以今天两位来这边 算是一个夫妻党的竞争 又有一点合作的关系 但是偏偏我们考试 就是很公正 是各打各的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来到台中新社 我知道其实阿布之前 因为经常出外景的关系 是 我不管是台湾啦 甚至世界都算跑透透了 都有 新社这里呢 来 有新社我也去过 那边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 庄园城堡 对 然后环境也非常漂亮 有很多的农产品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对 有没有带太太去过 有啦 有带她去过一次啦 她就怀疑我们是 不是 因为她不记得的原因 是因为那时候我功课没有做好 我去的时候没有花海 有点可惜 没关系 我们今天呢 其实在节目里面 我们就是要来新社来找字 好好来欣赏一下台中新社之美 而且带到这样一个字 我觉得一镜也还不错 那就是怨 因为刚刚讲到心怨子风车 愿望的怨 两位先来看看 我们知道旁边有个怨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边有个页 是吗 没错吧 对 所以你们觉得 可能怎么来看这个字 页就是 感觉就是 就是书 书本一页一页的 可能把一些你原本心里 感觉的事情或希望的事情 写在那个上面 对 写在那个纸上面 然后它当作一个许愿 Michelle 有没有觉得 跟先生有不一样的看法 感觉它圆 你觉得跟书有吗 好像是圆头 是 什么圆头 还有 页 还有一样 不一样的页 是吗 还是你们觉得 都是可能跟纸张有关系 然后写在纸张上 对 不然不会有一个页 听起来开始 我开始有点听 他们紧张了 为什么 真的啊 因为呢 我们这个考题你们会发现 好像怎么都没有出现纸呢 我们来看看达琳出的考题 我们从考题里面来找一点线索 好不好 来 达琳 达琳要来出考题了 今天我们要用愿这个字 展开我们的大会考 愿我们阿布还有布嫂 可以得到高分 选项要哪些呢 一 愿的本意是一种心理状态 我们经常说心愿是有关系的吗 二 愿的本意是头部 三 愿跟一个圆在一个心是一个字 四 愿有羡慕的意思 最后一个 五 愿是忠厚老实的意思吗 请作答 然后来看看两位的答案 分别是145跟1345 所以你们只差在一个 三 就是不少觉得 这两个字是一个字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们的决胜的关键点就是三了 有选的人高分 还是没选的人高分呢 达琳 到底阿布可不可以 如心愿输给布嫂呢 阿布选的是145 布嫂选的是1345 一起来看看正解释 正解释我们的 二 四 五 所以阿布六十分 布嫂四十分 果然是好夫妻加起来一百分 答案就是二 四 五 不小心赢了一下 所以老师你看 我们平常在想说 心愿 愿望都以为 跟心理显现出来的有关系 结果完全不是 所以这个字 老师好好的从头到尾 跟我们来聊聊 是 好 我们看一下愿这个字 大家有看过这个字吗 应该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的意思 太误了 好说 长得非常奇怪的字 对 他跟那个愿的相同地方在于 他们右边都是这个鞋吧 就所谓的 这个字我们要读成鞋 鞋 鞋就跟头有关就读成鞋 您刚刚说 页那是一页一页的 一页一页 那读音是不一样的 那只要跟头有关都读成鞋 所以他的右边是个鞋盘 那左边是什么 你看这是两个眼睛 看得出吗 就白痕了 两个眼睛 然后永远先把它连起来 下面是一个大 就这样一个鞋吧 这是缩纹 这是寒映 那如果说你要写的线书的话 一条线 一个大 一个鞋盘 或是这样写也可以 那我估计大家应该一辈子 不会写到啦 对 真的 但是也是要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怨这个字的源头 最主要就是这个鞋盘 后来才变成 后来左边才变成我们原来的圆 是这么变过来的 那这个字我们要读成怨 你看什么叫怨 就是颠顶 就头的意思 分析为重鞋 怨声 那这个字的板页就是头的意思 头顶的意思嘛 后来这个字它就简化为这个鞋盘 所以这个字的板页 当然一定跟头有关嘛 我们现在看这个怨的写法 这个字从鞋盘 所以它本来一定跟头有关 你想我们现在写头这个字的偏旁 也是写成这个偏旁吗 有耶 那你就去想很多字 这个偏旁的话都跟头是有关 有 脖子的颈 颈长颈鹿的颈 是啊 还有这个颜色的眼 我们的脸 就跟头这个偏旁 那你看苏文说什么叫怨 他说大头眼 就是头的意思嘛 分析为重鞋 怨声 这后来的简化的结果 那这两个字其实本来同一个字 刚刚我讲过了 两个同一个字 本来都是所谓头的意思 但这个用法已经消失不用了 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个用法 现在都用成什么 用成所谓的愿望 心愿一类的意思 对 流行这个用法 这个用法本来的意思 几乎消失不见了 那刚才我们的来宾提到说 这个愿 这个有的 你只要去大陆看 他们都写成这个字 这是它的简化字 比如说大陆的愿意的话 他们都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写成愿意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 这两个字是完全无关 完全无关 所以刚刚我们说第三个答案不能选 他们两个不是同一个字 这个是由它本来的意思 所以跟它完全是无关的 那结论就是说呢 它跟它是一个字 但是跟它是无关 这个只流行在大陆那个地方 他们有写简体字 写成这个愿意 好 是哦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愿的几个用法 第一个是它是大头 刚刚讲过了 比如说说愿就大头也 那底下开始就是我们现在手习惯的用法 第一个是名词 就是愿望跟心愿 比如说志愿 许愿 如愿与长 那诗经正风这个也有曼草 这个话很有名 它说 邂逅相遇 适合我愿 就是说这个我跟对方不起犹豫 这个正好就是我的心愿 是就正好 愿就心愿的意思 那这个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不要读成邂逅 是读成邂逅 邂逅 那动词的话就是希望跟期待 你当然是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 所以当然它有所谓 希望跟期待的意思 比如说但愿 愿天下有情人中前眷属 那楚子提到说 说愿成智而无路 就是说我希望可以表达我的心智 但是我却没有门路 是希望的意思 然后他还有愿意 心愿一定是你愿意去做的 所以他有愿意跟情愿的意思 比如说心甘情愿 那伦语这个话 以前我们都读过了 也有提到说 说愿无伐善 无失劳 他这个人非常客气 他愿意不夸耀自己的优点 无伐善 然后不宣扬自己的功劳 无失劳 然后他有所谓 羡慕跟亲慕的意思 羡慕 那这个话我是觉得很好 是我们做人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准则 怎么说呢 他说言保乎人意 所以不愿人之高 两知未也 然后令欲 广欲 余生 所以不愿人之闻秀 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人 他本身仁义自得 仁义自得 已经非常富足的话 你就不会去羡慕别人的 那些吃得好 你本身有仁义自得 不用羡慕人家 外在那些吃得好 吃得不好 那如果说你自己本 这个令文就指好的名声 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 好的名声的话 你就不会去羡慕别人 衣服穿得很好 所以我们人生在是要追求什么 要追求仁义自得 然后要追求一个好的名声 不要追求吃得好跟春得好 是这个道理 这个愿是羡慕的意思 然后可以当作说 你祈祷神婆所许下的这种仇谢 比如说许愿或还愿 这个愿 那再来我们看这个愿是什么意思 这个愿就是忠厚老师的意思 本来是忠厚老师 所以意思跟刚刚完全是不一样的 它是质朴 谨慎或是忠厚 这个上书提到说 这个愿而公 什么叫愿呢 就是这个人他这个却谨良善叫做愿 那这个更好理解 左章提到说 说愿这种人是我喜爱的 因为他不会背叛我 因为他很重 他就不会背叛我的意思 那后来说提到说 山上的居民 他们是这个愿谱 他非常的这种所谓的 质朴 然后非常的老实 是 愿谱 然后有一个词 大家已经听过叫相愿 对 就是这个愿 对 那什么叫相愿呢 它所谓烂好人 原来 那跟他讲 沈老师他什么都好 就外表... 过头了 就外表忠厚老实 那讨人喜欢 实际上他却不能够明辨是非 自己心中没有一把尺 然后什么都好了 这个就不好 那第三个是当初 这个愿的简化字 刚我们提过了 总之 这个字本来也是 跟另外那个愿是完全无关的 他们一般愿望都是从心理 发自来的 对 就会觉得他应该跟这个愿望的愿 反而更贴切 结果他是 中厚老师 对 学到了... 一开始我选他不一样 也是因为相愿这个字 对 有想到谁 对 让我觉得好像无关 所以就是想到这个无关 多了20分 就及格了 就不小心赢了 就是这个相愿这个字 好啦 我们刚刚在新社找了 这样一个这么美的字 而且还认识了一个 我们本意一直以为 不对的那样一个字 我们待会还要继续来找字 但是我们先把时间 交给宜嘉老师 成语其实通 当你一点就通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奇人忧天这句成语 从前在起国 有一个胆子很小 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 他时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而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天他吃过晚饭以后 坐在门前乘凉 并且自言自语地说 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来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 而将活活被压死 那不就太冤枉了吗 从此之后 他几乎每天都为这个问题发愁 朋友见他终日精神恍惚 都很替他担心 跑来劝他说 你何必为这件事自询烦恼呢 天空怎么会塌下来呢 即使真的塌下来 也不是你一个人忧虑发愁 就可以解决的 可是无论人家怎么说 他都不相信 仍然时常为这不必要的问题担忧 后来 《请人忧天》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意思在唤醒人们 不要为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而忧愁 经过老师的讲解 大家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而且你看这个葡萄 它其实是可以连皮 连紫 咬一咬睡了就吞下去 而且你看台葡萄的时候 旁边还有鸡在叫 这个真的是多棒的一个体验 我们讲到大自然 你知道吗 我刚刚交了一个朋友 你要不要认识一下 就是它的箭站 这里真的是全天然 你看这个真的很囊嫩可贵 太可爱了 在水果上有蜗牛 代表它完全没有加任何滑雪的部分 是不是很可爱 今年来新设以休闲农业文明 更有水果小镇的称号 也是知名的巨峰葡萄产地之一 现在正值葡萄产季 我们当然也要来体验一下 彩果了咯 我们要牵一个葡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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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我不知道你是我的搭档 我还真以为你是当地的农夫 真的 我也觉得我好适合这个装扮 怎么会这样 不过其实因为我们装扮很齐全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满满的葡萄在我们的头上 多疗愈 没有错 意大利是葡萄树的专业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的近距离看过葡萄 这么的近 而且你知道在我们眼前 就是最有名的巨峰葡萄 我其实口水都已经要流出来了 是 所以我们要赶快来邀请老板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老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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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好 你好 精神好好喔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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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葡萄看起来好大好饱满 这个 刚刚开始采收 真的喔 你种葡萄多久了 可能超过四十年了 四十年 看不出来耶 看起来很年轻的感觉 对啦 我还欢迎到 还欢迎 多挣我们一点葡萄喔 好啦 请你吃都没问题 真的喔 那大哥你先教我们怎么采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来 看着喔 好 你要采哪一个 你看最串葡萄有没有 有 最串葡萄要摘的话 手一定要側 側側要剪这边 除了这个地头 这样一刀 两刀 有没有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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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 你看 你看多久 而且你看这个葡萄 它其实是可以连皮 连紫 摇一摇 睡了就撑下去 而且你看采葡萄的时候 旁边还有鸡在叫 这个真的是多棒的一个体验 我们讲到大自然 你知道吗 我刚刚交了一个朋友 你要不要认识一下 就是它的见证 这里真的是全天港 你看 这个真的很难难可归 太可爱了 在水果上有蝸牛 代表它完全没有 任何的滑雪的部分 是不是很可爱 也是呼应 我们刚刚有唱那个什么 叫做 黄丽鸟 对不对 黄丽鸟这首歌是什么 葡萄上面就是有蝸牛 你看在这里采葡萄 现采现吃 听鸡鸣 然后看这些大自然的万物 太疗愈了 没错 不过我们提到大自然这个字 对 我突然对大自然的燃这个字很好奇 因为它好像还蛮浮在这个结构 对不对 它有一个类似西洋的形 然后有一个犬 然后下面有一个火 到底搭配起来 为什么会变成燃字呢 会不会是因为大自然 就是由万物所组成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来请苏老师为我们解答 我刚刚看到这样一串一串 这样结石类类的葡萄 觉得很juicy 而且你知道 我们这种当爸爸妈妈的 甚至是你看 打脸经常跟小朋友相处 就知道 小孩超爱采果 很好玩 有没有 这边新色有葡萄 对 然后还有苗栗 冬天的时候 采草莓 我知道你们大女儿 两岁多了 那种已经那种跑得很快 这种 对采果有没有很有兴趣 目前还没有带她去采果果 真的 对 因为我觉得 可能因为她现在大肚子的关系 对啦 所以我比较没有往户外跑 比较辛苦的地方 但是将来势必有机会 因为毕竟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冒险王爸爸 所以就是真的 还是再大一点 然后老二生出来 坐完月子 一家四口 清静大自然 真的很舒服 而且我觉得想要大自然的燃 这个字 大跟字 这个我们都还算会写 燃也会写 但是你会不会猜两位来 夫妻 动动脑 大概会怎么猜 猜成 你先 上下 还是上半 上右 然后还有下 三个等份还是两个 三个等份 你觉得会有三个等份 这边 对 好像有月一样 对啊 还有这边像个什么 拳 下面有一个火 下面有火 对 真的很难联想 所以没关系 这时候达林派上游戏 他要借由题目 来告诉我们 可能跟什么站在上边呢 达林 我们来看学校哪些 一 燃的本意是燃烧 二 燃的本意是之后 三 燃的左上旁是一个月 还是其实它是一个肉呢 要看清楚喔 四 燃有同意的意思 最后一个 五 燃有转折语气 我们常常说 是不是这样呢 请作答 来 请作答 我们来看看这次 阿布跟布嫂两位 这次一样喔 还是Michelle有多了一个 一个是二四五 一个是二三四五 所以你们的本意都是 之后 然后你们只是插了一个三 就是左上旁是月 来看看这一回合 到底谁高分 有没有多选的 就有多分呢 达林 好 达林来解答咯 阿布選的是二四五 布嫂多选了一个三 三十二三四五 一起來看看正解释 正确解答是 一四五 所以再次阿布六十分 布嫂四十分 果然是好夫妻啊 真的不能选 所以三真的是肉耶 所以阿布 其实你只错了一个本意耶 一四五都对 然后三你也没有多选 然后你只插了一个 其实本意就是燃烧 难就难在这里了 老师 燃 好 我们看这个字 这个字其实刚刚大家猜都是对的 那就拆成三个片段 真的 是三个 就是这个右上角是一只狗 一只狗 然后它的肉下面是个火 就是烤狗肉 就这么久 烤狗肉 真的是肉 所以就是阿布刚刚说 那是个肉 它真的是肉 是吃肉啊 它的字表是说这个烤制狗肉 本意就是燃烧的意思 是 但是刚才大家都讲到说 奇怪 我们现在燃烧 为什么不这么写 对啊 是因为这个字 它现在都被假借有 当初别的用法的 什么然后啊 什么等等等等的 是 它被假借用为所谓的代词 注词 副词 就是假借为这些虚词 那本来用法不是怕它会消失不见吗 怎么办 就给它加一个火旁 明白 后来本来的添加意 就加了这个火旁 照出这个字来表示它 所以才会我们燃烧 现在用这个字来表示它 所谓什么燃后之后的那个燃 就写成这个字 因为它被假借有当做这个用法 对 是因为这个情况 明白 好 那这是我们现在燃的用法 其实这个看非常清楚 这肉旁还是非常清楚的 对 对 刚刚提到它说它是燃的古字 本来就燃烧的意思 是 比如说你看比较早的点击 孟子提到说 落火之始燃 对吧 这个燃 其实就是燃烧的燃 火开始燃烧 对吧 那它有所谓赞同的意思 其实如果你常看这种古装剧 这个都会有的 燃什么什么 你看这个佩公 这个刘邦 刘邦同意他的说法 然后从之 燃其计 同意他的计划 同意 然后就跟从他的说法去做 是 对 燃其 是 那三国人也提到说 说 刘烟燃其说 随即出榜招募议兵 就是刘烟他同意他的说法 随即贴出文告 然后来招募议兵 这个还蛮常见的 然后赞同的话 名词就是所谓正确的事情 是 对的或正确的事情 比如我们说不以为燃 这个很常见 不以为他说的是对的 对 不以为燃 正确的事情 那鲁英也提到说 庸之言燃 庸所讲的是对的 然后下面就是刚刚提到 所谓转折的语气 意思刚好相反 对 相当于但是或是可是 比如说燃耳 燃耳什么什么 意思刚好转折 然后它有所谓的相同的 比如说燃后 它们两个A跟B之间 意思是相接的 燃后什么这样 然后它可以当作一种 形容词或是副词的词维 比如我们说 沉积斐兰 就是加在斐的后面 赫兰发现 加在赫的后面 晃兰大悟 加在晃的后面 是一种注尺的作用 对 注尺的作用 然后它可以表示硬打的意思 对 相当于唯或是诺 大家如果看这个 看过这个古东西 比如说赤兵那个 讲话下面的诗兵堂说诺 他会想象那个情景诺 这个诺或是唯 就是一种发育词 相当于说嗯的意思 我们现在说嗯什么 这个道理 那古代可以叫做唯 可以叫做诺 也可以叫做燃 都可以的 你会提到说 或者说 说嗯 我是有这样说 对 很像他嘛 是 对 我是有这样 我是有这样说过 就很生动 好 然后这个燕子尊业提到说 说这个奇果的君主 看到燕子的太太 就跟她说 这个是你太太吗 对 燕子说嗯 这个就是我太太 这个道理 对 所以刚刚学到了燃这个字 我们才知道原来本意 真的是跟燃烧有关 那后来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想说 哦 所以 其实我们刚刚 就像第一回合字一样 我们刚刚想到怨的时候 我们也想说 是不是有心理状态的本意啊 哇 结果就被误导了 这次本意 这回合又猜错了 所以你看看 光是这个本意 就把大家给烤倒了 原来我们经常把本意 都给误会了 对不对 对 反而她的自己原来的 那个意思不见了 后来红的都是 再帮她加个偏旁啊 来取代答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很有意思 接下来还有一个字 其实跟燃也很有关系 刚刚老师还一直提到 我们一起来看看 电视墙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来 就是 我们刚刚讲燃 而 这是一个转折语气 对不对 对 还有什么用法呢 而且 对 而且 还有我们感觉上我们就是 老师真的就是一种转折耶 其他我们好像有点难想像到 我们还会怎么样去运用它 去照样造一个词 感觉就是这样了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老师 绝对不是这样而已 可是我们都只会这样用 对 这个字也是很大误会 它的本意啊 也是大家都完全猜不出来的 它的本意就是我们能体上的毛 毛 毛 是夹毛 这个字本来就是说像这个夹 面夹上面的这种弧须之形 那上面这个横笔的话 代表面夹 就以这个来表示这个脸的意思 以下这四笔的话 就代表你的夹毛 是 整个下面都是 那夹毛很多 就用一个竖笔把它们连接起来 然后总之 这个是脸颊 这个下面就是毛的意思 那这个情况跟刚才那个蓝 是一样的 这个本来是夹毛的意思 但是因为它这些用法 都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 什么蓝额 对 什么蓝额 蓝额 而且等等的 就是又当作脸屎或一些 比较虚的用法 对 那本来本意怎么办呢 它不是跟毛髮有关吗 对 就可以加上一个三 三的话跟毛髮有关 或是加上这个偏盘 这个偏盘更是跟毛髮有关 没错 头髮的髮 虎子的虎 对 这两个字也读成蛾 这两个字就代表 它本来的意思代表夹毛的意思 就是夹毛的意思 后来就用这个字 跟这个字来表示它 这个字都专门来当做一些 比较虚的一些用法 好 第一个是 它是两颊上的毛 所有人就说了毛 什么叫耳 就是虚 扶虚的虚 那当然讲得更明白 他说什么叫耳呢 是口上口下的毛 都可以叫做耳 整个都是所谓的耳 如果你要细喷的话呢 口上面这个叫做枝 就这个 这个男生 流起来非常性感 枝 然后下面的话叫做虚 所以耳是一种种称 然后它可以细喷为枝跟虚 这样子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的用法 第一个它有如同的意思 然后这里跟他介绍一个成语 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它源头是出自于 这个流向的心虚里面 我就会提到说 他说当时有一个谚语 怎么说 他说有一个叫做白头而心 叫青盖而顾 什么意思啊 有些人 你跟他活一辈子 对 始终跟他有一种关系 好像是 就你跟他始终没有办法 深入很认识 即便说你也不认识这么久了 还是非常深处 是 白头 但是却是心的 对 有些只是你在路上一碰到之后 你就跟他一见如故 对 是这个道理 叫做白头而心 青盖而顾 那我们去看下面的说明 这个盖的话 是马车上面的闪盖 不但马车 因为它们是无敌的 上面有一个闪盖 可以这个 那青盖就是说 你两台车在路上碰到 然后他们就停下来 对 停车靠近彼此互相交谈 那这时候这个闪盖 不是会靠在一起 对 然后会相亲 对 闪盖他们就倾斜相交 对 那整个话就是说 有些人他相处到老 还是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有些人一停车交谈 他们就一见如故 比喻什么 比喻说感情的深厚 它并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 就知道 所以这个还非常有意思 对 白头而心 那这个耳就是如同的意思 如同 白头如同心的 是 那青盖如同固这样 对 如同固就这样 然后他有一种是人称代识 第二人称代识 你或是你的 这个在古代也常用到 左章提到说 说夫差 这耳就是你 你忘了这个月王勾间 杀了你的爸爸了吗 是 这个你或是你的 对 然后再来可以解释为 并列廉耻 相当于汉或是耳且 比如说史蒂提到说 当时这个刘邦 他的样貌长什么样 古代君文有什么样貌 叫做龙准和龙眼 龙准就是鼻子很高 跟阿布 还有我们米歇尔也一样 鼻子都很高 很挺 非常好看 那什么叫龙眼 不是说长得跟龙一样 是说他的这个眉骨是缘起的 就是这个地方突出来了 这个有皇帝之像 这个我真的没见过 因为现在没有皇帝 是 不知道到底长怎样了 然后他有一种意思是刚好相反 就刚好我们提到 转折的语气 比如说兰耳 相当于兰耳 但是或是雀 那龙准这个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 其为人也笑涕 儿号犯上者先 就是说这个人 如果他个性本来是一种 非常笑涕之人 但是他却会冒犯早上的话 这个是没有的 因为不可能 他本来是一个笑涕之人 怎么可能会冒犯长辈呢 不可能 这耳是兰耳的意思 然后这要是当作一个注识 是放在这个行动识 或是副识的后面 没有意思的 比如说挺而走险 这个话很常看到 对 什么叫挺而走险 大家有想过吗 下面做个说明 那你要注意到 这个挺的笑表写 它是一个金翅膀 金翅膀 很容易看成提手膀 是啊 它是金翅膀 是 我看一下它的原故 点故是什么 它是从左传出来的 它说 小国之士大国也得 折其人也 那不得折其路也 这里 挺而走险 吉而能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一个小国 它服侍大国 然后大国对待你 是一种以德来对待你的话 那小国的话 它就跟一般人一样 它非常的顺从 那反过来看 如果大国对待你 是一种不得的行为的话 对 那你就跟一只鹿一样 你就会乱冲乱跑 你就会挺而走险 那这个挺就是 跑得很快的意思 跑得很快的话 它就没有什么好选择 再怎么危险 它得往前冲 就所谓挺而走险 是 那这个挺的话 是跑得很快的意思 走得很快的意思 那就是说 当它在穷途末路 或说它受到逼迫的时候 它采取一种冒险的行为 或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 这个叫做挺 那整个话翻译起来是这样子 就说 这个小国侍奉大国 如果说大国的话 它以德来相待的话 小国就是跟人一样的公顺 是 反过来讲 如果说大国不是以德来相待的话 对 因为小国感到它非常危险 它就跟一只鹿一样 它就乱冲乱跑 是 它就会狂奔走险 是 就是挺而走险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哪能够有什么选择呢 再怎么危险也是往前冲 挺而走险 挺而走险 对 可不能写成首字旁喔 挺 我们才知道原来就是 走很快的 好很快的意思 好很快 对不对 所以这字 今天老师带来燃这个字 我们以为大自然啊 而这个字 就燃而啊 结果才知道说 原来燃而 我们知道的以前觉得 就是个转折 但其实本意是什么 燃烧 甲毛 什么呀 什么 烧起来的 很多人就觉得 它的本意好好记喔 又不知道方法 而且因为老师 刚刚让我们看了古文字 就更好记 记好之后 我们就来看大家有没有记牢了 所以来一个复习考吧 来 复习考来了 不嫂这一次 可不可以跟二宝一起 反败为胜呢 我们来看选项哪些 一 鹅的本意是 甲毛记不记得 姿虚鹅 二 鹅上面的痕笔 表示脸颊 三 青盖而故 是指车子故障 记不记得那一句话 白发而心 青盖而故 四 而可以表示你 最后一个 五 挺而走 显示 慢走而碰上危险 是这样子吗 请作答 好 来 哇 阿布已经写好了 看你用干嘛 这太怪了吧 我们直接来看看 两位的答案 我们再一起來讨论 两位都是一二四 本意是夹毛 然后上面的痕笔 表示脸颊 这没有问题对不对 然后再来 这个四就是 哥表示 你 所以感觉都记牢了耶 也记得挺而走 显示要走得怎么样 很快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记牢 都是一百分呢 来 我们请看答案 好 阿布選的是一二四 布嫂选的也是一二四 这一次一加三口 可不可以一起得到一百分呢 请看正解释 正确解答就是 一二四解释 总算拿到一百分了 这次就是让大家有一种 天魂圆面的感觉是不是 重要是有听 做有懂 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 一定要上课 而且老师的教法 很容易让人家了解 很好记 而且就是说 我们把这古文字叫出来了 把典故引经据典讲出来了 你就会发现 我们本来觉得 哇 真的是不傻傻的 全部都很透彻 对不对 好 透彻之后就要到第三回合了 我们两位还有第三回合的机会 让阿布可以怎么样 来试试看可不可以 小书给布嫂 对不对 好 我们先进入 我们的书信小单元 自在生活 让您自在过生活 今天要介绍 千金父词里的信 小尔雅记载 非奋而得未知信 信是希望的禁词 李白在唐玄中 开源十八年到长安 听说韩朝中喜欢提拔后进 于是写了《语韩经周书》 信愿开张心缘 不以长衣见据 大义是说 希望您能开展心胸 不因我长衣不败 而拒绝我 长衣是古时候拱手 磕头礼 对长者只弯腰行拱手礼 不跪拜磕头 世代夫见公亲官员 长衣有不败是表示气节 信作为副词可以表敬意 有幸运的意思 书册写给韩琪的 上书密韩太位书 说然信得四规待选 希望有信获得四准 等候立部全选 上书密韩太位书 是一封求见长官的信 写信的书册是19岁的新科晋士 收信人却是掌管 全国军政大权的书密史 身份地位落差极大 所以书册用谦虚的语词 作为希望的信字 现在常用的有 信蒙 信存 信来 信愿 信勉 关于信字大家都了解了吗 不过其实啊 因为来到这边 我们有可以先采葡萄 然后一些现吃 然后还可以现买很多伴手里 农特产品带回家 对 我们刚刚在逛的时候 没错 我们特别有看到有那个 酋长推荐 为什么会有酋长啊 亲手采收葡萄 对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 是难得的经验 而新鲜的葡萄 还可以变身为什么样的美食呢 辛辛苦苦的现在到收获的时候 来夏日消暑一下 干杯 真的是 今天这个葡萄汁喝下去 真的是让我们全身清凉一下 而且只吃得到 然后葡萄皮也吃得到 你知道那种最新鲜现材的感觉 我们一定要好好请主人来为我们 介绍一下 妳好 妳好 妳看 今天不只是葡萄汁 我们前面的街市也非常的丰富 对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葡萄雪Q饼 雪Q饼 雪Q饼它是像可栗饼那样的感觉吗 不是 它其实做起来就是 手工做出来的一个饼干 那它就是透过我们的葡萄干 葡萄干 核桃 对 然后加棉花糖 跟饼干去做出来的 哇 这个做法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对 非常简单 一般家庭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那我们来选一选好不好 好 将几样简单的材料 加在一起拌匀 不需要用到烤箱 竟然就能做出 这么美味的雪Q饼 做法简单又快速 而且还可以捏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究竟它的味道如何呢 是时候好好来品尝我们的成果咯 好香 好香 有饼干 然后有奶油香 真的奶香 还有那个 棉花糖 而且你看它的横切面 你看我们刚刚这么快速 几分钟做出来的 可是你不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蛋糕 很有层次感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家里 小朋友也可以玩 试试做看看对不对 因为不难 大人小孩一起来 好 来吧 你看 好吃 你知道那个味道 是不是有点像牛奶糖 太飞糖 就是牛奶糖 那种软嫩软嫩绵绵绵绵的感受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跟我们在外面买的葡萄干真的不一样吗 因为通常葡萄干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小小的刚刚的 可是整个很扎实 你看一整粒在里面 对 其实老实说 刚刚在制作的过程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切起来会很好吃 对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真的很好吃 没有错 好厉害喔 剪剪大家的做法 然后把这个葡萄 发挥到极致 不过其实 因为来到这边 我们有可以先采葡萄 然后一些现吃 然后还可以现埋很多伴手禮 农特产品带回家 对 我们刚刚在逛的时候 没错 我们特别有看到有那个 酋长推荐 为什么会有酋长 因为呢 我爸爸就是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 所以晒得黑黑的 那大家都会误以为说 我们是原住民 原住民的啦 但是我们其实不是 我们是闽南人 所以就是很多年轻人 就给我爸爸一个称号 就是叫他是酋长这样 原来如此 不过萌萌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 酋这个字是什么时候吗 就有一次我飞往意大利的时候 我在杜拜停留两天 那边不就是 就是阿联酋的意思 是 不过说真的到现在 我还是不知道 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如果要拆开来 我也没有办法 酋这个字其实我会想到 有 生有虚害的有字 因为呢 上面加个两点就变酋了 不过究竟酋从何而来呢 我们只好请苏老师来告诉我们 我没有想到 我们两位外景主持人 做这个雪Q饼 还可以带出这么多的故事 就是看起来像原住民 结果我是闽南人 然后呢也因为讲像原住民 所以一直误认为是酋长 所以带出了酋这个字 也的确我们就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这个字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说到酋长的酋 你就会想 对 为什么 为什么酋长跟酋位有关系 是不是 然后还有这个酋 涨的如果 我们要怎么拆 如果把这两点给折住 折住 就会想到什么字 有 有 打字打得很快 不简单 就会想到有 那我们就会想说 有 那为什么会跟酋有关系 会不会是刚好有时 是5点到7点这段时间吗 刚好要吃饭 然后头上带着东西的 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先来吃饭 他就是酋长 会不会是酋长 还有跟有时有关呢 到底这个有在这里头 又代表什么呢 来 我们来 最后一回合大会考 我们来看看 阿布可不可以如愿 小叔给太太呢 来 看到达琳我就知道 大会考又来了 来看选项哪些呢 一 有跟球本为一字 插两撇他们本来是一字吗 二 球可以表示老九 三 球可以表示首领 我们最常说的就是酋长啦 四 球可以表示西方 字形很像 但是是一样的吗 最后一个 五 球可以表示酒婚 请作答 来 我们来看看 两位的答案 分别是 阿布笑得好开心喔 哇 这次呢 是觉得阿布觉得都有 对 然后反而呢 布嫂觉得 我刚刚每次就是 因为多选就是输 对 多选就错 所以我的时候是两个 我看看到底 谁能够比较高分 所以她觉得不表示老九 布嫂觉得没有老九啦 然后也没有九官啦 她觉得跟九 就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这样 我们先来解答 然后待会请老师 好好说明 来 达琳 这一题的分数迥异啦 阿布是全选 一二三四五 布嫂跟二宝选的是 一三四 一起来看看正解释 正确的解答就是 一二三四五 恭喜阿布 再来三四五 阿布好紧张喔 阿布好紧张喔 天啊 我怎么不小心 哪一百分 她现在很担心 宝宝在肚子里面 踢得很厉害 有没有 宝宝抗疫了 怎么会输了四十分 我肚子好痛喔 这时候突然 这不简单 一二三四五全选 然后再来 有跟求居然本为一致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多了这两点 是后来来的吗 到底这两点有什么意思呢 老师 好 这个字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字 本来同一个字 它就是 这个是本来的有对吧 有字本来就跟九就有关了 然后加了这一杯的话 是为了把它们两个做分割开来 是 因为它本来同一个字 加了这个是为了分开来 那为什么要做分开呢 现在有个说明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有跟求 它不是一个字的分化 本来同一个字 那八这个字的话 它加在有上面的话 是一个分化符号 让它分成两个字 那源头本来是同一个字 那有这个字本来 我们知道它一定跟九有关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有这个字可以表示九 或表示关于九的关 叫九关 后来加上这个八型的话 分化出这个字出来 专门表示什么 因为这个九也有分等级的 老九 很久熟的九 很高级是 就可以把它叫做 就可以叫做这个球 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是九里面 在细分所谓老九的意思 是这个道理 更高级 那我们叫所谓的老九的话 它是比较九 资格比较老 你身为所谓九关 或是球长的意思 原来 对 是这个道理 那这是我们现在球的写法 但是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 其实上面本来 应该是两瓶往下 但是因为大家写的话 就不这么要求 你这样写的话也可以 好 好 刚刚讲过 它本来是陈九 或者说酒那样的九 这说文就说了 说文说 九就是 义九也 义九就是老九的意思 为什么这个意思 你看多人才说 什么叫义 义就是喜 那我们叫喜就是以前的意思 义日 义就是喜 那喜的话就是九的意思 所以义九就是日九之九 那就是老九 陈九 那因为这个九是很久的 所以它当然是酝酿的 这个发酵的很久 所以它有所谓的九熟跟金熟 那方也提到说 这个酵就是手的意思 它当时是一种方言 当时在这个黄河以北 然后赵魏之间的话 那个地方的话 都把这个手把它叫做酵 那反正酵就是一种九熟的意思 然后刚刚讲过嘛 这个长九之官 你要当官 你一定要资格不要老 对吧 所以它可以当作长九之官 那里面提到说 说众东之月乃命大酵 什么叫大酵 就是这个九冠之长 那贵妇讲得更清楚 他提到说什么叫酵 因为酵刚刚是九远的意思嘛 就是老九 所以它可以引申为九远的意思 那这个九的话 如果很久的话 它是代表是一种 这种资格很老 一种善的意思 所以它就可以引申为 所谓九冠的意思 把九冠叫所谓的大酵 是 然后它可以引申为 这个部落的首领 我们说酵长或酵葵 就是所谓的葵帅或头领 那为什么可以引申为 西方或是秋啊 对啊 为什么 这很好懂 大家不知道五行有没有概念 五行的话东边 是代表春天 那西边的话 刚刚刚讲是代表收成 对吧 那刚刚不是提到说 这个秋的话 有收成的意思吗 那相当于西方 西方就是收成的意思 所以西方 然后范围是属于秋 秋的话也是收成的季节 它可以代表西方或是秋的意思 对 那泰雪有提到说 说这个球就是西方 那连在世界的话 就是所谓的秋天 那这时候呢 物皆成相而救 就当时的话 东西它都成熟了 就这个道理 对 所以跟五行有关系 才会有西方 然后刚刚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 还是讲到有时 其实跟有时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是吗 跟这个西方有关系 但是算摸到一点边了 还蛮厉害的 而且一百分 这真的是太强了 蒙到了 你这样有时候就是这样 越想输有没有 然后不小心就赢了 都不会的那一个 然后不小心都会得很高分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汉字就是 你经常会觉得 我们想用啊 那有什么问题 我很喜欢汉字 很多录影前的来宾都这么说 录完影都不敢回答 都不敢讲话 好恐怖喔 就发现原来本意不是如此 原来后面的影声 才是我们经常自以为是的意思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今天两位来宾的表现 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我们一起学了很多字 在新社这边 也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 所以再次谢谢两位 谢谢布嫂 谢谢阿布 谢谢 也谢谢达林小老师 谢谢 当然还要谢谢 每个星期在外面 是很多汉字的苏田周术老师 谢谢老师 国民汉字须知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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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